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科学实验 眼前的潜艇在欲罢的照耀下开始缩小 内部的科学家更是愈发的紧张 此时外面的世界犹如灌入空气般迅速膨胀 片刻间整个潜艇就变成了尘埃大小 接下来他们会驾驶小艇进入人类大脑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救治一位脑损伤的科学家 原来就在数小时前 一名怀揣情报的科学家逃向美国 结果在半路却遭到袭击 整个汽车顿时火光四起 特工也因此重伤昏迷 为了获取科学家脑中的情报 将军决定动用缩小技术 让脑科医生进入科学家的大脑清理瘀血 可将军还是担心敌国的医生混了进来 此刻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 因此他让莱德负责这次救治的安保工作 随后参加任务的几人齐聚会议室 为了保证他们在微观世界的安全 工程师要把科学家的心跳降低至每分钟32次 这样便可以减缓血液的循环速度 而他们需要驾驶潜艇通过颈动脉直达病凿 在清理掉血泥后 潜艇会顺着静脉返回到脖梗处 待命的工程师会用针管将他们抽离出来 然而作为任务的重要一点 就是他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一旦超过时间缩小的状态会立即失效 那时潜艇会将科学家的身体称爆 可更为致命的是 他们会遇到免疫系统的追杀 得知一切的己人立刻进入潜艇 莱德也在埃利的帮助下学会激光枪的用法 很快缩小实验准备就绪 当将军下达启动指令 一个巨大的欲罢来到潜艇上方 接着潜艇在强烈的光照下迅速萎缩 片刻间就变成了硬币大小 然而此刻潜艇还不能进入人类身体 接着工程师推进来一辆叉车 在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指引下 叉车准确地将潜艇抬了起来 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生怕一口气就将潜艇吹飞 做完这一切后 地板下再次升起一根玻璃管 里面已经提前注满了生理盐水 随着叉车的缓缓移动 潜艇被平稳地放在了水面上 与此同时 艇内的莱德立刻打开泄压法 潜艇周围随即波涛汹涌 晃晃悠悠地带着几人迅速下沉 可随着下潜的速度越来越快 舱内的哈德却直冒冷汗 幽闭的恐惧让他难以呼吸 甚至发疯般要打开舱门逃走 好在莱德及时发现 救援小队这才躲过一劫 然而舱外的人对这些变故毫不知情 继续下令启动缩小程序 针管在强光的照射下开始缩小 片刻间就变成普通针管的长度 而里面的潜艇也变成细胞大小 此时60分钟的计时开始 工程师立刻为针管加装助推器 同时安装上针头 接着将设备转移至实验室 在定位雷达开始工作后 医生赶紧操控针头对准脖子上的标记 而潜艇也同时调整角度 随着活塞的推入 潜艇如流星般冲出针头 成功进入了科学家的体内 科学家乘坐缩小的潜艇进入人体 结果直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微观世界的动脉犹如茫茫宇宙一般 周围数不尽的细胞仿佛点点星河 然而当众人还在人体的奇妙中沉浸时 殊不知一场危险正在靠近 潜艇的前方突然暗流涌动 片刻间便形成巨大漩涡 虽然船长奋力摆脱 可产生的犀利瞬间就把潜艇吸了进去 巨大的离心力导致所有人的身上压力被增 正当众人无法继续坚持的时候 潜艇突然出现在一片蓝色的气泡中 原来他们竟然穿过连接点来到了静脉 此时实验室也发现了潜艇的异常 猜测他们定时遇到了动静脉弄 这才导致潜艇偏离航线 虽然原因已经被找到 可此时的他们已经骑虎难下 如今想回事回不去了 顺流而下只会遇到心脏 那里的湍流甚至比漩涡还要强上百倍 众人商议过后 只好向实验室发出停止任务的讯号 然而将军不想就此放弃 看着眼前的病人 将军突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打算让病人的心跳停止57秒 这样不仅为潜艇提供了通过心脏的时间 同时还能保证了病人的生命 得到消息的众人立刻前往心脏 然而随着潜艇越来越紧 低沉的震动声直击每个人的心底 此刻实验室已经检测到潜艇的位置 立刻用电机停止病人的心跳 而里面的船长同是加大马力 驾驶潜艇全速冲进心脏 虽然心是错综复杂的结构让人震惊 可此时的船员们已经无暇感叹 57秒的时间转瞬即逝 随着心脏恢复跳动 潜艇还是有惊无险地冲出了心脏 此刻的他们已经来到了肺动脉 眼前气体转化的过程 着实让人感叹自然进化的奇妙 这时突然传来急促的警报声 同时舱内的压力快速下降 原来是刚刚电机导致供氧系统短路 此刻剩下的氧气已经无法继续任务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 莱德提议将通气阀连接到肺炮吸取氧气 虽然过程非常危险 可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结果当莱德去拿装备时 竟发现激光枪衰落破损 纹身赶来的几人也是莫名其妙 虽然莱德怀疑是有人故意破坏 但此刻收集氧气更为重要 很快众人穿戴好装备离开潜艇 原本以为一切会按照计划进行 结果当莱德将通气管伸向肺炮时 却发现呼吸产生的波动导致气阀无法固定 危机时刻莱德只好撕开薄膜 孤身钻进肺炮内部收集氧气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舱内氧气值很快恢复正常 不料莱德稍一松懈身体就被狂风吹走 此时安全绳硬声断裂 莱德瞬间就被吸进了肺炮深处 危机时刻莱德反应迅速 趁着病人呼气的间隙完成自救 虽然潜艇恢复了运转 可破损的激光枪又成了另一个难题 幸好莱德略懂一些机械原理 打算拆掉无线电的管件来修理激光枪 而在这之前 他们还是将消息告知实验室 得知一切的将军非常气愤 可眼下也别无他法 这边的众人得到许可立即着手修理 而此时的潜艇一路向上已经来到了淋巴系统 眼前海藻般的纤维正是淋巴系统 此时路过的潜艇防止被缠只能下降速度 然而更糟糕的是 无处不在的抗体正在吞噬着细菌异物 如果潜艇被他们识别出来 那么众人将会面临被吞噬的风险 为了能够节省时间 众人决定从病人的内耳转向大毛 好在实验室已经明白他们的意图 将军立刻下令保持安静 因为外界的任何噪音对缩小的潜艇都是一场灾难 然而正当潜艇准备穿越内耳时 船长却再次发现问题 原来刚当的网状纤维堵住了进气口 潜艇引擎过热只能停下 无奈众人只能出舱维修 经过大家的相互配合 蓄状纤维很快就要清理干净 此刻引擎动力也逐渐恢复 结果实验室这边的助理发现医生汗流不止 本打算拿条毛巾为他擦拭 不料一不小心碰掉了剪刀 巨大的声响瞬间传入耳内 所有人被震得东倒西歪 艾力更是被冲击到纤维上无法脱身 莱德见状赶紧上前营救 结果二人刚离开纤维 弄出的声响还是引起免疫系统的警觉 就当莱德打开舱门的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抗体迅速将艾力包裹 虽然莱德及时将它拖进潜艇 可此时的抗体开始收缩 艾力被勒得已经无法呼吸 其他人赶紧将它拉进舱内 争分夺秒地清理身上的抗体 然而即使众人拼尽全力 可那些附着的组织依然纹丝不动 此时艾力早已奄奄一息 危急时刻抗体在空气中突然结晶 艾力这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平静过后众人继续出发 驾驶潜艇一路来到病人的小脑 很快众人在前方发现了大片淤血 眼下时间紧迫 医生赶紧拿着激光枪前去治疗 可哈德却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议大家立刻返航 但莱德却直接关掉了潜艇引擎 接着与医生一同出舱 三人很快来到了病灶下方 随着阵阵的激光闪过 神经元表面的凝血开始层层脱落 想不到清理工作会这么顺利 片刻间淤血已经消失过半 哈德健壮决定卸下伪装 劝着船长不注意直接将他击晕 原来他才是队伍中的间谍 隐藏多年只为了这一刻 接着驾驶潜艇朝着三人冲去 危机时刻莱德抢过激光枪 毫不犹豫地朝着潜艇射击 产生的高温瞬间穿透船舱 失控的潜艇一头撞进神经网 义务的入侵立刻引来了白细胞 莱德健壮赶紧前去营救 此刻船长已经苏醒 而罪魁祸首哈德却卡在了驾驶室 莱德本想将他也救出去 结果却发现白细胞如同乌云般 开始向四周蔓延 无奈莱德只好带着船长离开 剩下的哈德与潜艇瞬间就被细胞吞噬干净 如今没了潜艇 四人只能朝着附近的眼睛流去 可实验室对此却并不知情 眼看60分钟的时间已过 将军立刻准备对病人进行开颅手术 结果在下刀的前一秒 将军突然意识到潜艇或许已经被毁 完成任务的他们一定会寻找最近的路线 恍然大悟地手下立刻检测病人的眼睛 在这果然发现了救援小队 立刻将他们提取到在播片 接着小心翼翼地把他们转移到外面 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 四人的身形逐渐恢复 转眼间就变成原来的模样 这一刻所有人激动不已 本片上映于1966年 虽然视觉效果略显成就 但故事的叙述放到今天也仍不过时 这不仅是一场神奇之旅 更是人类对科学的无限幻想 希望将来这些想象都能一一实现